各位觀眾,其實你知不知道你家裡沒有3D軟件 都可以做到3D模型的呢? 當你每天打開Photoshop 你以為只得選取工具和魔術棒的時候 其實強大Photoshop同樣是可以做3D模型的 如果你是給我的影片的標題吸引進來 那就是說你對3D是有點興趣 不過你不想碰一些麻煩的東西 那就對了,今天我這條影片 我就會教你用最簡單的方法 用Photoshop去做3D模型 所以今天你沒有藉口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我會和大家把這條影片分成兩部份 第一部份我會先做這個酒杯 然後再做這盤骨 今天這條影片的難度 我想是超簡單 簡單到幾分鐘就有得色 好,我們現在先做金杯 我們第一步是需要一張杯的底圖 跟著它畫的 我上網就找到這張圖 一張側視圖就可以了 這張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它Click and drag 到Photoshop裡面 我們現在第一步 先做這個杯的橫切面 是橫切面的一半 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樣 白色這個位置 明白嗎 明白嗎 我們怎樣去勾呢 我們用Pen Tool 我們先把底圖的Pen Tool 調低 然後我們直接 就Zoom Zoom Zoom 用這個 我們就勾 如果你看到這樣 即是說你現在在勾的Shape 我們就選擇Path 再來再來 再來 來到這個位置 首先第一 就是如果你要畫一個完全打橫 或者打直的Path 你可以按住Shift鍵 去畫 所以我們就按住Shift鍵 去拿中間點 就像剛才那幅圖 那你大約猜中間的位置 那來到這個位置 大家在路上想像一下 杯裡面是怎樣 好 大家就是這樣 說好Path之後 你會看到 你去Window Path 你會看到 這裡有一個PathLayer 就是你剛才畫的Path 我們現在呢 就去CREATE一個3D的物件 我們去Window 3D 你看到現在是灰了 因為它需要一個Layer 去CREATE一個3D的物件 我們在這裡 按一個新Layer 開除了 之後呢 我們就去Source 去選擇WordPath 就是我們剛才畫這個WordPath 我們去CREATE一個新的3D 好 我們就CREATE 這裡它問你呢 是否Switch去一個3D的Workspace 好 來到這裡呢 首先 你現在就真的進入了Photoshop 的3D的Workspace 那你怎樣控制 那個Viewport 就是那個視點呢 就是左下角這個位置 有些工具 可以讓你去動的 大家看到有張底圖 在這裡 現在不需要它了 那我先把它弄走 sorry sorry 這張才是 現在它這個就不是我們想要的效果 它只不過是將一個平面 去拉長了的 那這個平面拉長的這個動作 就叫做Exclusion 這個Modeling裡面很基本的字 所以一定要學的這個字 那 那 我們不需要Exclusion 那我們就去Properties 這裡呢 去選擇它這個 Icon 鍵 那這裡呢 就是它Deformation 就是它變形的參數 那你現在要將它的Exclusion 調到0 0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是需要 它是360度這樣延展 那怎樣做呢 我們去下面 就選擇360度 就是Horizontal Angle 我們去Band它 那你發現又是錯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現在呢 用了一個物件的中心點 去做360度的延展 而我們不是的嘛 我們是需要用這個背頸位中間點去做的嘛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Deformation Axis那裡呢 我們就選擇這個位置了 看到嗎 那這個呢 就是物件的哪個位置做中心點去做旋轉 那你一選回正確的中心點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這個Band這裡呢 調到360度了 搞定 搞定 那其實就是 這麼簡單 那這個就是我的杯了 那其實你如果是屁股鬼呢 你可以還有很多東西設定的 那你可以直接設定到是真的 整隻金杯那樣的 那這個是我試的時候 試顏色的時候 去做的Demo來的啦 那但是今天我們就不Cover 去做材質啊 物料啊 金屬怎樣去做這個範疇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做這個魚骨了 那這個是更加之簡單的 OK 好 好 我這次呢 我就當大家呢 可能在網上找了一個喜歡的圖案 或者你自己在其他軟件上畫了一幅圖出來 那然後你純粹呢 是想把它 剩下一個厚度 然後整成一個3D的鎖匙扣這樣 那你應該怎樣做呢 那難道又要用Pen Tool 這樣跟著魚骨畫一次 那好像很浪費時間啊 還有很蠢啊 那其實有些快一點的方法呢 其實就有的 那大家先要做一個 選取了這個魚骨 那怎樣選取呢 那可以用大家最熟悉的魔術棒了 那在這裡我這樣選擇 好 那你就選了這個魚骨出來 那然後呢 我們就去這個3D 那裡選 New 3D Exclusion from Current Selection 好 那這樣呢 弄一張顏色色底 現在就很難看 那你見到呢 現在這條魚呢 都很厚 那又一樣 那剛才大家都知道呢 這個 Exclusion Depth 可以控制它的厚度 然後呢 如果你覺得那邊太過生硬呢 其實你可以用CAP的功能 那這裡呢 就有一個CAP的參數可以去動 那你可以選擇 先選擇 前後都加CAP 那然後呢 這裡就選擇 原邊 你現在都還未見到東西的 因為呢 你要設定那個 闊度 好 那其實基本上 就是這樣 那這條魚骨 就搞定了 那之後呢 我們怎樣把Photoshop裡面的3D模型 然後選擇 去3D打印的軟件用呢 那我們選擇那個Layer 去3D 然後選擇Export3D Layer 那呢 可以選擇STL Size呢 其實不用管 我現在覺得 那剛才的杯子也是一樣 好 那你看到很小顆 那其實我就喜歡在Cura裡先調整個大小的 因為那個轉換間呢 Photoshop和Cura中間的轉換間是錯的 就算你怎樣設定數字 那一隻杯子 那一隻杯子就160左右 那然後另一個呢 這個就是100 可以下去印了 好 那就搞定了 那這隻金杯呢 其實本身印出來的時候 是銅色的 那之後我再噴一些金漆上去 所以就現在這樣了 那Photoshop 其實除了可以用來做3D打印之外呢 其實還可以用來做Mockup的 那遲些可能我會拍一些教學呢 好像今天這樣 去教大家怎樣做Mockup的 那但是 最重要是看看大家 喜不喜歡看這些類型的影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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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星期就來到這裡了 下個禮拜再見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